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公杂曼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当今的男人和女人 首先,我要感谢米哥到中国的兄弟们对我一直以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如下 背景介绍当今男人,当今女人,以及趋势变化 首先先介绍一下背景 稍有常识的人便能看到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面临着女尊和女权的威胁 从欧美国家到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以欧美国家为甚 但是有很多欧美的朋友可能认为中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富权社会 或者说叫男权社会 通过这次介绍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中国的情况 还有中国现在的男女 以及其变化 中国似乎在21世纪之后就已经是很典型的女尊和女权社会 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 中国的女权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而在17年到18年的西方所谓metoo运动之后 中国在2018年的夏天也开始集中爆发这类似的事件 而且不光是中国大陆 事实上 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及台湾省都面临更加严重的女本位危机 从他们的生育率便可以看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个极度仇视中国的华人国家 叫新加坡 这个国家早就成为了重度瑞典女权国家 让我们先看一看当今的男人 在中小学时代 男生的学习成绩往往是不占优势的 因为这个学习 男生学习的话是重用于逻辑 比较厌烦的用死心硬背 而且男生比较好动 如果要是在做一下小动作 就很容易被老师批评 同时呢 在各种各样人为的学科的书籍里面 都会写着男女平等 或相当于变相宣传男女平等 以及身世风度的内容 可以说 在中小学时期 男生往往都是在接受这些洗脑的 进入社会 中国现在的年轻男人 基本上都在工作赚钱 买房买车娶老婆 其中也不乏一些收入较高的男人 但是他们也是在 攒钱 买房 买车 买日用品 等等 就是为了一个女人 这个男人要 省时节用 挣了钱 也不舍得花 所以说 相同的收入的话 男人 一般显然 要比 女人 寒酸得多 再谈谈 现在 家长 对年轻男人的态度 男人应该上进 努力 否则找不到女朋友 这应该是很多家长 对男孩说的话 第二个 男人要关心女人 对女人好 这也是说 如果你对女人不好呢 那么你活还找不到女朋友 不得不提的是 现在中国的家长 强迫自己的 儿子结婚 强迫自己儿子 找女朋友 尤其说 二十七岁以上 其实二十七岁 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 基本上大于 这一票年龄的 男方家长 都会 强迫 男孩 相亲或结婚 而且有时候会 不择手段 甚至说 以死相逼 等等 讲到这里 我还想 发表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不得不说 中国这个社会 的男女平等 洗脑 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这种思想 往往你从小 洗脑到大 就已经隔身 蒂固 但是在 大多数男人 都会渴望结婚的 尤其是那些年龄大一些 就像我刚才说的 二十七岁以上的 而他们 往往是认为 找不到女朋友 很丢脸 因此 有很多男人 跪舔女人 就是为了 找一个女人 结婚 而现在很多男人呢 无论说有没有钱 他们 对男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对对方品性的评价 有时候也会 甚至说 经常会把他 在女人中间的 所谓名声 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比如说 如果一个男人 有很多女人 说他不好的时候 那么大家都会认为 他人品有问题 再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如果你 一个男人 他到三十岁还没有结婚 甚至说 他可能算是 所谓的高夫帅群体 那么他也会 被人当成 就是没用的男人 就说你三十岁没结婚 你还有什么用 你不是废物吗 也就是所谓的 购物生群体 再说说 当今的女人 在中小学时代 女生大多都学习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 这个女本位教育制度 她只考四季经营备 这个女生 她没有什么逻辑 智力不行 但是她要是真是做 这个重复工作 还是做的 还可以 而且她们在老师面前 文静 她们不是真的文静 如果没有老师 没有家长 你看看她们 是什么 怎么表现的 你看看她们 是什么态度 而现在的女班干部 女班长 女纪力委 是越来越多 而且中国现在的女性 野心非常大 甚至不亚于欧美女性 可恨的是 这些女生 往往是 同学的好榜样 而进入社会呢 很多女人 挣了钱之后 就全部用于生活 用于各种消费 无论其收入高低 甚至收入不服出 用一句通俗的话说 叫挣多少 花多少 而如果是就业应聘的话 无论是比试和面试 她们往往都名列前往 毕竟应试教育嘛 这些重复的行为 女人确实在一定成长 做得比男人好 而年轻的女人呢 按理说 这个传统的社会 这个年轻的女人 在你最年轻最貌美 生育能力最强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结婚了 找个男人 给他生孩子 但是呢 现在年轻的女人 要不就是说 和很多男人睡觉 要不然呢 人家是 你看上去自爱 人家傻逼稀逼的 正要好胜 当女强人 再谈了他们 对婚言的态度 年轻的女人的结婚率低 因为他们很多 要不就是拜金 要不就是说 要求加以后 有感觉 而他们这种有感觉 往往是很扯淡的 还不如拜金 但是如果说 他们年龄大了 比如说26岁 27岁28岁 他们会有一部分人 是去考虑过日子 也就是加以后 屈尊 嫁给一些 他们原来认为 不好的男人 当然这时候 他们价值已经低了 甚至说有一些 所谓的优秀女人 根本就不结婚 他们就认为 女人就应该独立 女人不应该 给男人当生育机器 再谈谈现在 这个女孩家长 对女孩的态度 女孩子应该强势一点 防止吃亏 原来他不吃亏 就是说 可以随便占便宜 或者说 你不占便宜 就是吃亏啊 女孩子应该努力学习 独立自强 不要受制于男人 原来你努力学习 就是把男人当敌人啊 尽管说 有很多家长也是 逼自己的女儿要结婚 但是说 他比那个 比男人结婚要讲 态度是还要温和一些 甚至是温和的多 起码就不会那么极端 给大家讲个笑话 现在是男权社会 是不是很好笑 所以呢 现在有句话 就叫 如果一个女人 30岁还不结婚 那么她一定是太优秀了 这点我相信 在女人素质 更差的欧美 这种现象 应该是经常存在吧 或者说就是一种普遍现象 实际上在中国呢 很多到30没有结婚的女人 确实是属于那种 所谓的三高女 高学弟 高职务 高收入 那我们再讲一讲 现在的趋势 和变化 有一个可怕的事实是 中国女性的纠约率 高达70% 不亚于西方共同女权国家 这是极端瑞典女权的征兆 据我所查的资料而言 瑞典似乎女性就业率 也比中国要低 而另一个国家 就是女性受教育高 且暂时没有太严重女权的国家 以色列 这个国家的女性就业率 也是比中国要低一些的 同时再讲讲 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 中国现在本科 还有研究生 男生已经少于女生 甚至博士女生比例的 大幅度上涨 不得不说 中国高等教育 已经女本位化 这种 无论是真的假的 就是这种女强人 她的比例是来大幅度增加的 甚至还会有 增加的趋势 再讲一个可悲的事实 而现在呢 有很多男人 他是发现有问题 但他仅仅就是说 讨厌政府 讨厌社会 讨厌国家 他就不知道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来源是哪个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是女本位的原因 而且有少数 就是可以说是叫 二愣子那种男人 他们就直接把矛头 指向其他男人 就是说 这个男人 什么不好 男人有什么问题 这是贵痛苦 但不幸中的万幸事 能有极少数男性 能够意识到 这种女本位社会的存在 主动和悲怒觉醒 并不与其同流合污 正如我们这些兄弟 能够聚在一起 在中国这个 女本位已经很严重 但是每个道士 还很少的地方 我们能够相识 相遇 能够互相合作 互相支持 这也是很难得的 最后我也希望 中国男人 以及华人男人 早点觉醒 反抗女本位社会的暴容 很惭愧 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